已经做出来,就一二三四 所以其实一般如果你知道看到编号 大概已经至少会知道几个讯息 就是哪一个饭店缩写 如果一般是看得懂 然后哪一天check in 住几天是谁 如果说做完之后 请你切到第二个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反推 反推的话总共会有几个我需要 先把这个资料我先删掉 他大概要我们查什么 他希望藉由这个booking ID 然后去查到说到底那个住房者的名字叫什么 而且要全名 然后他住哪一个房间 住几晚不是几天 多少钱 amount 他的总共花了多少费用 那我怎么知道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老板给你一堆 你帮我查一下 这些编号帮我把这个资料查完拿给我 OK 如果你不懂得用V多函数 我看就完蛋了 这么查 所以一般习惯一定现在都电子化了 没有人在用纸本在那边慢慢查 所以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可以 如果要查到全名的话 基本上就在哪里 全名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 我把它先缩小一下 这整个有没有 A栏到H栏 然后它的名字在H跟I 它的性 不 性在这里 它的名在这里 中间的空白就是它的全名 所以我们要怎么查 那你会发现 那个名称管理里面有booking booking指的就是这一个 所以booking指的是这个A到Z的总表 所以我们要查的话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插入一个函数 用那个V函数查最简单 查什么 lookup value 查这个编号 所以一般一定是要按照编号 而且一定要在第一栏 所以刚刚一定在第一栏 那table的话呢就是什么 刚刚那个table F3 用booking来查 那哪一栏呢 切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12345678跟9 ok 然后呢 所以 这边的话输入8 然后比对方式是0 就Romeo 是吧 Romeo 然后呢 再一个空白 所以and 一个空白 特别之后 双引号里面放个空白 然后and 那我就再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这边改成9就好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名 他的名字 加上他的姓 然后呢 全名就出现了 这样子的话全部查完 这谁呢 马上查完了 然后住哪一间房 住哪一间房 有没有这个讯息 有Rome number 在第几栏呢 第六栏 所以呢 我们一样 比较聪明的办法 其实这边不是做过 所以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就好 贴过来的话呢 你就把这边 改成什么 改成6就好 打个勾 有没有 Rome number 出来 那即晚不是即天 所以其实怎么样 把这一个 第五栏 五栏 减掉第四栏 就是即晚了 不用再加1 刚刚是有加1 所以 这边贴上 改成5 5然后呢 后面减掉 所以这边加一个减 减掉4 这边的话呢 5减掉4 那就是即晚 就不用变更 打勾 这样就OK了 向下填满 那price的话 不要麻烦 price你想说 价格 到底这个价格 我怎么查 哪一个饭店 饭店的话 其实可以从什么 从前面这个缩写去查 然后哪一个饭店 哪一个房间 就可以知道价钱 那还有另外呢 如果你不确定说这个怎么查 你可以透过这边 可以知道什么 叫lookup 查询 price就价钱 这个 这个范围 看一下 它前面就是什么 一个缩写 加一杠 然后加哪一个论单本 那就可以查到后面的资料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什么 先把 这个编号的前三个字 G1 一个minus符号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let 把let 前面抓到这个里面的三个字 然后呢 再串什么呢 end 那个run number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有一个 就是哪一个饭店的缩写 加哪一个几号房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拿这个减下来之后 再到那个就是 简式与参照里面的V函数 去查什么呢 查它的 这边 Table 按F3 去查那个什么呢 刚刚那个 名称叫lookup price 然后呢 有没有 它的 它的 一样是第一栏 有没有 点过来 这个第一栏在这里 第二栏 把它的price 第二栏插回来 那比对方式呢 一定要是完全一样好了 零 那你会发现价格就回来了 有了 那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那amount的话 就把什么呢 把它一碗的价钱 等于什么呢 一碗的价钱 在层上呢 它住几碗 这样的话呢 就知道它total花费了多少费用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很快 可以把它全部查出来 那未来甚至哦 你们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这边booking ID这部分 可以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后面都没有了 然后你可以上面点一下 然后呢 旁边的东西自动全部带出来 有没有 就自动带出后面的全部讯息 所以老板给你什么 你就点一下 看一下哪个booking ID 或者把booking ID打上去 然后自动带出其他的资料 马上就可以查完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 其实这里全部都用V的函数 只要是你符合它的规范 那用V的函数就是很方便 最怕就是你给的东西 不是符合它的规范 那就是麻烦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一定有前面第一个栏 一定要是你要查询的东西 那个栏 如果你是符合这个规范 用V的函数其实还蛮顺手的 那这个做法其实跟这个资料库的那个 关联式资料库 其实这种概念其实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 OK 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相关的资料查出来 那可能比较容易有问题的应该就是那个price price的话记得是缩写 就是编号的前三码 等于是它的缩写一杠 然后再加上它的roon number 去查那个lookupprice的这个名称 就可以把价格给查出来 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